那我要幫你們介紹的是 我們法國南部我的家鄉 還蠻有名的一個 再來是哈密瓜甜酒料理 哈密瓜甜酒料理 剛才甜耶 摘好吃的 然後有時候也會加 這裡也是看著有一點點後退了 這樣是還蠻有名的 在我的 這知道啊 就是在那個哈密瓜上面放那個火腿 但是要加甜酒 然後這個 因為我的家鄉是 上面這三個都是不到酒 然後這個我們甜酒是從哪邊來的 然後是還蠻甜的 真的很蠻適合 然後這樣的甜酒 我們喝的 如果要喝的話 一杯而已 是拼的 然後有一家 是特別有名的是 這一家 這個還蠻有名的是 飯店跟張丁一起的這一家 這一家已經開了一百多年 所以是我爸爸媽媽中小的時候 我已經會去那邊 這一家還蠻有名 因為他們有很多藝術家 有來那邊住那邊 比卡索 馬蒂斯 他們都有來過 所以 可怕都是真雞 我跟你講 對 有一些照片 你可以看得到是比卡索的 然後現在 我笑的時候 還有比卡索的作品 在橡皮上 真的喔 對啊 真的 現在沒有了 他們拿掉 最貴的他們已經拿掉 因為看到了夜晚就不見了 對啊 因為大部分的人 他們會去 我的家鄉真的很小 然後是海邊 所以大部分的人 他們來是去海邊吃飯 因為風景很漂亮什麼的 但是燈鐵人 當然風景已經有趕過了 所以要去這樣的地方 這家還蠻有名的叫 Laiton Plie Laiton Plie 對呀 然後你要在裡面吃飯 因為裡面有這樣 這麼多的作品 是我們的法國的文化 酷耶 這個 然後你可以吃這個的菜 也是已經一百多年 他們已經開設 這個好幾百年以前 已經有吃這樣的 哈密瓜甜酒的菜 所以這個有法國的文化 還有法國的菜 所以這個有家 還蠻適合一起的 我跟我老公去紐約度蜜月 那我一個台灣的朋友 他嫁到紐約 他老公就帶我們去吃 在紐約一間當地人 非常喜歡去吃的一間 創意料理 他呢 他是吃有Sushi 也有很多的 例如說 和牛 牛肉 牛排 跟龍蝦 還有生蠔 然後你所有去吃的呢 那個主廚他都可以幫你配 然後這個呢 很厲害喔 這個照片 他是那個 我記得是 然後你要吃的時候 你就用你的小湯匙 他會附給你 然後你就刮下來 然後下面有好多種口味的配料 你就可以一邊吃 一邊配你喜歡吃的配料 好酷喔 非常的新鮮 而且一點腥味都沒有 然後呢 他們還有那個 這個是牛肉 它牛肉也是鐵盤熱的 然後直接煎 然後你要看你吃幾分熟 都可以 還有那個 這是扇貝 他的扇貝很可愛 他是 他是用扇 底下是用類似那種乾草的味道 直接在下面火烤 所以他在火烤的時候 然後他整個的那個木材跟那個乾草的味道 全部都往旁邊這樣飄出來 太酷了 然後呢 他的這個干貝 非常的多汁 然後他的干貝上面是那個 類似那種地瓜片 白白所以吃起來脆脆的 然後這個是他的甜點 他的甜點是麻吉 很漂亮 麻吉 對 還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款甜點非常的厲害 抹茶 然後他就是有三種不同的滋味這樣子 對 非常的厲害 然後他 大概價位 我今天介紹的都會稍微偏高一點 他有生蠔 生蠔大概一百多塊美金 那其實的 例如說單點的話 大概價錢做到十幾塊美金 二十幾塊 三十幾塊都有 這樣子 其實是有點小貴 但是當地人知道 在紐約 很棒算 在紐約上來 然後啊 如果你要去的話 你可以從Times Square 就是從 如果要從時代廣場過去的話 你可以搭 一線跟二線 或者是一跟A線 那到那邊之後 大概走路 三分鐘到八分鐘 就可以到了 接下來我很榮幸 可以介紹一個 有關於我們 北美原住民的一個甜點 因為我今年暑假的時候 我會去加拿大 所以我有機會去參加 我部落的那個風年祭 類似風年祭嘛 但是它叫做 Pow Wow 然後我去的地方是Rama First Nation 所以這個地方是大概 離多倫多 有大概兩個小時的車程 往北走就可以到 然後它是每年八月回去辦的一個活動 所以除了能吃一些東西 那邊也可以看到他們的舞蹈跟打鼓 還有唱歌的比賽 是一個滿有文化元素的一個活動 那當然要介紹的就是吃人 所以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Wild Rice Parfait OK 所以它是有點像一個一種冬糕 所以它是飯做的 所以它是有一種倒米 一種比較特別的倒米 然後裡面也會加一些藍莓啊草莓 其他的 所以它是甜的還是甜的嗎 甜的 甜的 但是也是滿清爽的 它不是熱的 它是冷的 對 然後上面也有噴一些wip cream 它就更清爽更甜一點 然後它就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一種甜點 然後也不貴 而且在攤位賣大概五六塊價比 大概一百五十塊左右 滿不錯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 可以去參加這個power 我覺得滿不錯 那各國的代表呢 我想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一些這個在台的 就要介紹台灣的啦 他們要介紹在台 他們自己的美食口袋名單 你的意思說就叫他們 關公面前耍大刀的意思 嘿 差不多就是這意思 那我們也好啊 來聽聽看啊 那但是在公佈之前 希望你們先公佈 個人的FB的這個 好不好耶 這個個人作業 個人單啊 是 當然 對... 因為那個觀眾也要找到一個 對的出口 是...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些 外國朋友們介紹什麼樣 在台灣的美食的口袋名單呢 對 我要介紹一個 我特別從 所以一定冷掉了對不對 沒有 我就知道 你一定要講這個 可是不過我跟你說 這個燻雞是 需要吃冷的 哦 對 它第一個就是那個 黑皮的 那個台灣的土雞 從東部 那個雞很黑皮 很黑皮 它被... 完美被燻之前 我相信它很黑皮 但Anyway 它是東部的雞 然後 當我們吃的時候 是滿自然的 燻了之後 你只要加一點點 黑胡椒 或者用它的那個 原味 就非常非常的棒 對 一定要蘸黑胡椒 而且 這一家 其實如果你到郊西火車站 你走路 隨便 就是走到 第一個路口 左轉 就是有 我今天帶來的這一家的 雲雞 雲雞 對 夢多你覺得咧 我跟你講這是因為我真的 非常討厭看到雞肉 而且是雞胸肉這一塊 而且呢 看好你們給我 是雞胸這一塊 因為如果是 我滿級的是大隊 但是呢我老實說 這個雞胸的那個做法 滿OK的喔 因為主要的是 雞胸肉 而且是用那個 煙燻的方式的話 很容易採 它保留水分在裡面 而且它的那個 那個薰味很香 這個 比較適合喝啤酒之類的東西 滿好吃的 很香 我覺得超級香的 它那個皮聞起來 剛剛只是那個 不可能刮到一點 就好香喔 非常厲害 而且真正好吃的那個燻雞啊 第一個 它的煙燻的味道 不能蓋過本身 雞的味道 是 但它這個的燻雞燻得非常地剛好 那因為我拿這一塊 它也是雞胸 然後我就覺得說 其實它咬起來也不會很彩 也不會厚 而且不會卡牙縫 我覺得就是 女生這樣吃起來會覺得 也很方便 真的是滿嫩的 很厲害 我覺得可以想像它有撕下來 放在飯上面再加一點它那個醬 醬料 它那個汁 一定超好吃 超棒的 但是有人不喜歡 阿龍跟Tasha都不喜歡 怎麼冷了 我覺得 其實因為這個雞肉是冷的 其實我喜歡它的皮 因為它有那個燻味 但是這感覺有點像 昨天吃的雞肉 放在冰箱再拿出來吃 就有一點乾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 冷掉還是很好吃 是不是 所以那些宜蘭的鄉親朋友們 你們知道要去誰的臉書罵人囉 沒有 因為有吃雞肉很多是什麼 那個白斬雞也是吃冷的 對對對 都是吃冷的 沒有我是喜歡這個雞肉 我也覺得滿好吃的 我也覺得很OK 他雖然是病的 我也很愛吃病的 可是重點來了 台北有很多家 跟他差不多 還要比他更好吃 所以我覺得 沒有必要拋到那麼遠 他住得遠 因為他就是 他住在那邊 就是他 就是他的事 這不關我的事 他說哪裡 對不起 可是 我覺得如果 就是人家給我推薦 我不會像去宜蘭買這麼遠 我就會去東區買 對 因為我也知道東區有 如果妳人已經到了宜蘭 沒關係我可以吃更特別的東西 就是只有宜蘭有的 因為這個就是什麼地方都有 OK 那我們就想知道啦 Tasha這個歪嘴雞 到底介紹的是什麼呢 對對對 介紹的就是真的很特別 真的台北菜有的 而且就是 不知是我一個人說的 特別好吃的一家餐廳 這個是我 去士林的時候 就常常會吃 這家餐廳 它有非常多的不一樣的台菜 而且這些台菜 又好吃 又不貴 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是我男朋友媽媽跟我介紹的 我到了 因為我覺得google看一下 我就發現 這家餐廳就是得了 米其林一顆星 我就想說應該是很貴 因為米其林餐廳都很貴 哪一家 警察來 對 我就會想說 就是應該很貴 所以我就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在門口看 就是也有就是放 就是那個米其林的公告 天啊 可是我一進去我就發現 其實不用擔心了 真的不貴 最推薦的就是這個排骨 這個非常非常好的 好吃的 它不會太乾 排骨酥 排骨酥 它不會太乾 也不會太油 而且 而且如果你就是用這樣子就是 拿那個骨頭 你就就是這個肉它自己會裂開 所以它處理得非常非常的好 你就不需要 要坑這個骨頭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就是 有骨頭的東西 可是這個是不一樣的 各位覺得如何 喜歡嗎 阿龍也不喜歡 你覺得是不是在醫院的吧 我覺得它的味道反而是很好 我覺得它鹹得剛剛好 炸得剛剛好 我只是它唯一一個問題 For me 我覺得這個很不特別 為什麼我要去台北吃這個東西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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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理 我教系有一大堆 我教系有一大堆 這是米其林餐廳 什麼餐廳 米其林 我教系有一大堆 最後我還可以泡溫泉 什麼意思 那你去不要出門 你就直接在家裡 我覺得TASHA跟舞者很棒 兩個充分的示範了 多麼幼稚的吵架 對 真的 但是真的 夢多你不喜歡 太油了 然後那個主要的是她 那你為什麼啃到剩下骨頭 啃得這麼乾淨流淋 因為我很久沒有吃那麼油的東西 我就是剛剛肩飛完之後 第一果蠻好吃的 但是就是很容易油膩 其實台車就是很油 所以加上如果就是這個突然出來的話 真的吃不下第二根 可能就是吃一根長長鮮這樣 因為台山也都會叫一桌子 對 米其林 OK 可是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她 外表的樣子 就是應該不會容易脫掉 什麼不會容易脫骨 分離啊 對 所以就把那個 而且味道也可以 很好吃 味道不錯 這就是很膠炎的台詞 對 其實要為她講一下話 因為這一間店 就在我家隔壁的巷子而已 然後呢 因為它是炸的 它其實現場吃 並不會這麼的油 這個我要替它平反一下 然後再來呢 它的排骨酥我覺得很好吃 是因為 有些排骨酥 它外面裹的那個粉會太厚 但是我覺得它這邊裹的粉 跟調的那個味料 我覺得是很剛好的 其實我接觸過很多廚師朋友 其實他跟我說 他說日本料理 對台灣的廚師來講最好學 最難學的叫台菜 對 所以他給台菜得一心的話 他最厲害的 應該不是只有這一道 我覺得應該很多很多道 那這個是不錯 因為我的感覺是 它的用料其實是高級 它整塊的 比如說很高級的東西 做成台灣的口味 小吃的口味 它是很高級的 我覺得 我不需要吃 我已經知道我會喜歡 因為有一顆米其林 所以就是有 對 有騙見 這也是法國的時候 我知道 如果他們有跟一個米其林親 我知道一定會喜歡 很多米其林親 很難吃耶 哪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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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家